洗头发最适合的温度是 36.7度 忍住别偷看 就让这次的发型变成一个惊喜吧 什么样的妆才能表现出自己最美丽的一面 快来Vin Salon 变出你最满意的自己 事件中的男病人本身有观心病 高血压和糖尿病 他上周三跑步之后突然晕倒 撞到头部 被送到屯门医院急症室 证实有急性心臟病 出现心机坏死 医院为他做了脑部素描 没有发现滲血 于是提供了压视匹零 以及通血管药物处理心臟问题 病人两天之后突然昏迷 于是医生再同他做脑素描 发现脑部有血快 再对比之前的素描记录 发现事发当日脑部已经有肾血情况 但已经不适宜做手术 只能够靠药物治疗 病人研治上星期日死亡 屯门医院诊断过程中 有三名资深医生翻阅脑素描记录 承认诊断有遗留 他醒了之后 他基本上就比较正常 他除了只是觉得一后面 他砍了头后面起了一个楼之外 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 我们在病房观察里面 其实他都挺正常的一个人 就是走得走得这样 所以我们觉得 因为第一次看了一张片 没有同事看到 觉得有明显的问题 脑里面 在病情观察里面 那两个人其实都没事 他都挺正常 于是我们就真的很用心 希望帮他的心臟 远方又承认 内科人手在年初短缺 但7月开始 问题已经得到舒缓 相信事件和人手问题无关 已经责成独立调查小组调查事件 我们都觉得 不会直接跟那个人手有关 不过我们当然都希望 那个独立的调查小组 可以在这方面都探究一下 会不会有很多环境的因素 都令到同事真的留意不到 那个小小滲血的情况 远方对事件表示心切慰问 已经同时借家人沟通 并且获得家人接纳 大批来自新界27个乡的村民 星期一是新界乡议局门内集会 由焚烧纸扎通仔 和屋律处发出的潜建物小冊子 面对新界村民的行动 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说 以平常心对待 但是如果安全受到威胁 就会交给警方处理 香港是法治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认同 有这些行为 或者进一步影响到 我人身安全的行为 如果我察觉到 我的人身安全是受到威胁 我就会邀请警方介入 并不存在 我曾经考虑过特赦 这个是完全没有考虑过的方案 也都没有考虑过 一些太严重的违规 比如起到第五层 第六层 或者是新建日都可以豁免 对于今次事件 行政长官曾荫权回应说 政府会依法办事 不会因为任何威吓而动摇 假如有居民 认为他们的法定权益 是受到侵犯的话 他们应该按照 我们现行有效的 法律的机制而申请 而受到这个提出申诉 任何企图以威吓的手段 是试图阻挠政府部门 是依法办事的话 结果是会识得其反 而也会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反感 他又强调 不容许新界原居民的权益被滥用 埃及人民经历了30年 穆巴拉克政权独裁统治之后的 第一次国会选举 反应很热烈 大清早票站都没开门 就有大批选民在外面等候 由于人太多 在昨天的第一日投票 当局就延长了投票时间两个钟头 今次选举 是埃及政治走出独裁 迈向民主的实质线的第一步 有很多人说 他们等了30年 才有机会投下人生的第一票 为的是国家的未来 民主的盼望 这次下议院选举过程复杂万长 大约有50个政党的6500多个候选人参选 选举在27个省分三个阶段进行 每个阶段的投票时间是两天 第一个阶段就在首都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等9个选区 首先投票 其他18个省分就在下个月和明年1月投票 选出下议院508个议席当中的498个席位 另外10席就由军方任命 最终的选举结果将会在明年1月公布 在下议院选举之后 还有上议院和总统选举 由议会选举开始到最终实现军方交出权力 至少是需要半年到一年 时间虽然是长 但就是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国会 他们要利用选票 阻止国家走回去独裁的回头路 埃及现在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选举不但只为这个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国家 揭开历史的新一业 也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 起关键的推动作用 如果埃及的选举是成功 那就会为这个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而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也是很深远 我完全不认为是因为我的言论引起或者激化了的 因为其实我的言论主要就是 好像我刚才所说 一个丁权共用土地的原则 所以并不代表我是纵容或者是接受一些违法 或者是违规的建筑物 不过正如我刚才所说 丁屋这个问题其实有很长的历史背景 而新界原居民是香港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是应该去尊重他们的合法权益 唐英年星期四会有竞选活动 他说暂时不会公布班底 欧债危机不断蔓延 市场都期望欧洲官员可以尽快提出 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 最新的发展是欧元区财长星期二晚 将会开会商讨 有关扩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的细节 不过到底旧市基金 怎样扩大规模仍然未清楚 欧洲的危机未缓和 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也有隐忧 美国国会仍未就削减财赤 达成协议 信贷评级机构位于将它的评级展望 由稳定调低到负面 意味着在未来两年 美国的AAA主权信贷最高评级 有超过一半的机会被调低 但市场暂时对这个负面消息反应不大 其实都不是第一次有评级机构 是有些比较不利的动作 我相信也是长期结构性的问题 暂时来说大家将它的焦点 可能都放在今个礼拜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上 如果在一种数据里面 发现不是预期中那么差 有机会在一个比较平淡的市况下 帮助港股 恒指高开一百几点之后 升幅一度收窄 午后再被夹高 收市升218点 报18256点 成交略为增加到550亿 汇控最落后升超过百分之二 内银股也都支持大肆向上 至于被投资银行唱好的百例国际 急升超过百分之八 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